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帥狗音樂齒立與你同在 我們今天繼續講神的允諾系列 那這次要介紹的三位神呢 我覺得在現世界舞台的故事設定上 他應該是最有排面抗衡三幻神的三尊神 他們是來自北歐神話的三級神 那這三級神分別是奧丁、眾神之王 還有他的小孩們索爾跟洛基 這兩個我相信有看MARVEL的玩家 已經非常的熟悉喔 那這三張出自遊戲王5DS的動畫當中 然後在動畫裡面呢 他們的設定明確寫著神字背 那麼他們在動畫中 跟現實卡到底有多少的差異呢 那這支影片讓帥狗為各位 簡單介紹一下這三張神字卡 以及跟他們有關的延伸卡片 另外還有一個特別有趣就是 這三張神字卡跟神字背卡片的因緣吧 好我們進入這次的主題GO 那這三級神是登場於遊戲王5DS 算是後面的故事了 當時已經進入WRGB的比賽 其實也就是準備打最終的王 中了 比較可惜的是 其實遊戲王5DS並不中是這三尊神 他們的故事量也相對的 比以前的神少得非常非常多 他們也很像是一個過渡期 必須要有的強敵 就單純為了填補這位置而出現的角色 那三個人跟主角群 本身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姻緣 當然除了所有的使用者之外 剩下兩個人跟主角都沒什麼衝突喔 那他們登場的使命 就是為了擊敗最終BOSS 中 在遊戲王5DS的時間線呢 這三位神 就是三級神 其實都是在睡眠的 然後其中奧丁的使用者呢 他們家族 世世代代都傳承著奧丁這張卡 使用者名稱叫哈拉爾德 他們歷代傳承一本書的預言 只要毀滅世界的災難降臨時 三級神就會復甦 於是他便開始收集自己的小夥伴 並組織了諸神黃昏隊 來挑戰5DS 進而想要達到擊敗重的目的 當然故事最後結果就是游欣呢 他依靠夥伴跟紅龍的力量呢 擊敗了三級神 第一張卡就是二作曲之神 吉神皇 洛基 動畫中的屬性 同步協調怪獸 等級時 神族 幻神獸 攻擊力3300 防禦力3000 動畫效果 這張條件是同步怪獸 加同步以外的兩體怪獸以上 其實滿還原神的感覺 因為這樣算一算 你這隻怪獸要三個祭品才能夠召喚 這張卡攻擊時 對方發動魔法陷阱的卡片效果無效 並破壞 第二個效果 場上表示表示的這張卡 被破壞中目的的場合 結束階段可以發動 在自己的場上偷偷召喚 這個偷偷召喚成功時 可以選擇自己目的存在的 一張陷阱卡加入手牌 這個感覺類似古代機器的戰階抗性 他是在戰階時 可以無效對方發動一張卡片 但也只有一張 然後在5DS動畫當中呢 這三級神的使用者 不斷強調神是不會死的 所以他們送目時 都有能夠再爬回來的特殊效果 好 OCG10卡版的效果 一樣等級時同步協調怪獸 但屬性變為暗屬性 種族是魔法始祖 召喚條件 帶有即興力名詞的協調怪獸 假兩體以上協調以外的怪獸 第一個效果 一回合一次自己的戰鬥階段中 對手把魔法陷阱發動時 可以把那個效果無效並破壞 第二個效果 場上表示表示存在的這張卡 被對方破壞送去目的的場合 那個回合的結束階段 可以把自己目的存在的一隻 帶有即興靈的協調怪獸 從遊戲中除外 這張卡從目的特殊召喚 這個效果特殊召喚成功時 可以選擇自己目的存在的 一張陷阱卡加入手牌 效果算是已經很大程度 還原原作的效果了 不過改了蠻多的 首先 第一個戰階時的效果 改成只能在自己的戰鬥階段 才能使用 對手戰鬥階段呢 你不能發動這個效果 至於第二個效果 他的召喚條件變得比較麻煩 你還得把目的之協調師除外 不然他這個復活效果是無法使用的 所以史卡很明顯就是 弱化了很多很多 至於弱雞的使用者叫布雷弗 原本呢是一位海底的寶藏獵人 可是在一次活動過程最後呢 他遇到了戰爭中倖存下來的小孩 這些小孩呢 都是世界各國的孤兒 他們沒有父母 而布雷弗呢 也不忍心看他們無依無靠的樣子 於是決定留下來照顧這些小孩 之後他們變得像家人 那為了保護這些家人 他決定加入諸神黃昏隊 擊敗中 跟小孩子們有很強力的羈絆 這點跟庫羅非常的像 召喚洛基時當然也有一些中二的台詞啊 還有召喚台詞就是 我覺得曹操世界這句話真的蠻酷的 好 第二位神索爾 動畫中的效果 同步效果怪獸等級時 神屬性 幻神獸族 攻擊力3500 防禦力2800 第一個效果 可以選擇對方場上一隻怪獸的效果無效化 之後這張卡得到對方那隻怪獸的全部效果 第二個效果 場上表示表示存在這張卡被破壞送去墓地的場合 結束階段時可以從墓地在自己的場上特殊召喚 這個效果特殊成功時 給對方生命值800點的傷害 再來是史卡效果 變成地屬性 戰士族 此卡只能用極星獸協調師 加兩體以外的怪獸才能夠同步召喚 第一個效果 一回一次 可以把對方場上表示表示存在的怪獸效果 直到結束階段時無效化 場上表示表示存在的這張卡 被對方的效果破壞送去墓地的場合 兩個回合的結束階段 可以把這幕第一隻帶有極星靈的協調怪獸 從遊戲中除外 這張卡從墓地特殊召喚 這個效果特殊召喚成功時 給對方800點的傷害 嗯...怎麼說呢 算弱化很多喔 因為原本他最大的賣點就是 無效一隻怪獸效果 同時拷貝了別人的效果 這個能力就寫得非常的強大 但是到了史卡 複製的效果直接被拔掉了 就變成只是無效一隻怪獸的效果 不過這些神都沒有抗性 說真的很難活著使用他的效果 然後復活條件一樣 多了一條 就是一定要移除一隻 極星靈的協調師 不然這些的怪獸都無法復活 好 跟動畫比賽真的弱化了很多 所有的持有者叫德拉甘 在奧丁找上他之前呢 他跟父親的登山活動 就發現了這張所有的繩子卡 但是他們才剛準備拿繩子卡 就發生了天遙地動 他們爬著山崩塌 父親差點就被壓死 後來緊急送醫 父親需要龐大的醫療費 但是德拉甘拿不出來 就在這個時候呢 呵呵 我們的小丑出現了 小丑伸手邀請德拉甘去跟捷克決鬥 這一切呢都是治安局長哥德溫的主意 哥德溫需要找個足夠強大的決鬥者 來證明捷克的實力 但是這場決鬥只有一個要求 德拉甘無論如何都不能贏過捷克 最上來為了拯救自己的父親 德拉甘接受這項提議 最終敗給了捷克 可是這也成為他心中永遠的陰影 他放棄自己決鬥者的自尊 而後的日子他就不斷地自暴自棄 後來奧丁找上他 並伸手邀請他拯救世界 同時重拾自己決鬥者的尊嚴 而德拉甘也答應了 到了遊戲王動畫的後半段 這兩個人也完全接續了當時的決鬥 繼續進行下去 不過決鬥的結果就是捷克贏了 但是如果按理來說 當時捷克還沒有紅蓮信心龍 他是完全沒有能力贏過德拉甘的 那索爾召喚史的中二台詞呢? 正確的扉開了 時尊嚴的戦神 把那些魔術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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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嚇到雷鳴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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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位神 奧丁 原作的設定 同步效果怪獸等級時 神屬性換神獸族 攻擊力4000 防禦力3500 召喚條件 協調時加兩體上的協調以外的怪獸 第一個效果 資安卡在場上表示表示存在時 可以把對幻神獸族的 魔法陷阱的效果無效 場上表示表示存在的資安卡 被破壞送去墓地的場合 結束階段時可以發動 從墓地在自己的場上的特殊召喚 這個效果特殊召喚成功時 可以從自己的牌組抽一張卡 使卡板變成光屬性 天使族 使用帶有即星天的協調師 加協調以外的兩體怪獸以上 同步召喚 第一個效果 一回而刺 自己的主要階段時才能發動 資安卡直到結束階段時 不受魔法陷阱的效果影響 第二個效果 場上表示表示存在的資安卡 被破壞送去墓地的場合 兩個回合的結束階段 可以把自己墓地存在的一隻 名字帶有即星天的協調師 從遊戲中除外 資安卡從墓地特殊召喚 這個效果特殊召喚成功時 可以從自己的牌組抽一張卡 好 三級神的抗性終於來了 原來只能依賴奧丁老爺 才能夠有抗性欸 沒有奧丁老爺 另外兩尊神都沒有抗性 這個實在是有一點點搞笑 而且這個抗性還不提供 用怪獸效果來解決他們也是非常的容易 那動畫版跟史卡版最大的差別就是 這個抗性效果呢 一個是保護群場 有點像是靈氣 永續效果 另外一個是主動發動的效果 所以你不發動呢 奧丁一樣是沒有抗性的 那史卡的抗性 甚至不能給自己的小孩 啊 好自知的聲 那奧丁的使用者叫哈拉爾德 前面說過 他是一個名門貴族喔 然後他們家族世世代代都守護奧丁的卡片 據說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決鬥者 是一個決鬥天才 他人呢 是個溫柔又冷靜的大哥 那奧丁召喚成功使用中二台詞呢 其實三級神的怪獸呢 還有個特色他們都非常的巨大 特別是奧丁簡直是大的不得了 有如一座山這麼大 在看動畫時他給人的壓力是很大的 當初三對三的車輪戰輪到遊戲上場的時候 最熟場上已經佔了兩隻神 而且甚至連奧丁都加進來就是三尊神 然後奧丁又特別大隻 遊戲起初是用舊式青城龍 扛住我這個巨大的壓力 沒有被秒殺 後面靠流星龍完成反殺 這場遊戲的表現真的非常的亮眼 非常推薦各位觀眾可以去挖來看 那動畫登場回溯我記得是120多集 大家可以去那左右找找找看 這邊他特別介紹一張 跟極星神有關的延伸卡片 他是綠殼怪獸 極星天 孤爾維格 連結效果怪獸連結1 光屬性天使毒 攻擊力800 召喚條件等幾乎以下的極星怪獸一體 此卡名的第一個效果 一回合只能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 此卡連結的召喚成功的場合可以發動 將我方手牌場上最多三張卡除外 從牌組將移出數量的極星怪獸 表測首位表示特殊召喚 此效果發動過後的回合 我方只能特殊召喚極星神怪獸 不能進行通常召喚 第二個效果 此卡連結段有極神怪獸存在的場合 那隻怪獸不會成為卡片效果對象 此卡不會成為對方的攻擊對象 好啦就是給一個指定抗性 只要他站著就能夠一直保護我們的新神 那這系列牌組都非常有趣 他有一些跟北歐神話特別有關的名牌場面 像都神黃昏這張魔法卡 既然聊到這張魔法卡了 我還是介紹一下吧 通常魔法 選擇自己常在一隻表示表示存在的極神之名的怪獸發動 選擇怪獸的控制權移給對手 下個對手的結束階段時 破壞選擇的怪獸 對手常常存在的卡片全部除外 如果你只看全部除外 好像是一張非常強的卡 但是他的 副作用很大 首先就是你也把自己的新神交個對手 而且他得有辦法活到最後 就是對手回合結束時 這張卡效果才能夠觸發 那假使說在我的回合 我就幫你讓你渡給我的神 解放掉或是讓我祭品 吃掉等等等等 那這張卡就等於沒用 所以這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張卡可以寫得這麼搞笑 再來做一個特別小的補充 大家都看過神軒 神井 神通 這些神自備的陷阱卡 那你們覺得這神自備陷阱卡 跟這些極神有沒有關係 還真的有 來 各位請看這張陷阱卡 神的威望 永續陷阱 選擇我方常常表車表存在的一隻 極神之名的怪獸來發動 此卡的場所存在的威脅 雙方玩家不能以選擇的怪獸為卡片對象 發動後第二回合 我方的準備階段時 此卡送入目的 他讓極神多了指定抗性 但只能維持兩回合 不過特別介紹這張卡是因為他的卡圖 他的卡圖跟神自備的那個老頭子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 恩 極神的排面 這點就蠻大的 好啦 以上就是這支影片的全部內容 而且我想也差不多 所以我遊戲網神的殞落 也要做個收尾了 因為 後面遊戲網的作品 就沒有出現了這些 所謂神自備的怪獸 像這裡就出現 封印記憶的怪獸 不過他們並不是神之卡 然後 Arcify 喔 了不起講扎克吧 霸王龍扎克 了不起就講他 但是Arcify真的是 好可怕 也沒有很想回去補 然後Blind就 也沒有神自備的怪獸卡 所以 神的殞落 我們計畫再做一支特別的短片 就要結束了 好 那這也是這支影片的全部內容 希望各位喜歡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請幫我照顧一下兩大魔王 訂閱跟鈴鐺喔 那如果覺得這支影片不錯 也請幫我分享給你個感興趣的朋友 那麼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See you